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进一趟山,从山里面搬出去将近有十年了 还有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没有搬出去 就是80年以前,爷爷结婚的时候 他的这个嫁妆,相信80年前的嫁妆很少人看到吧 现在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老房子就在下面,是用石头来制的 到了,这石头也是之前来酿酒的 现在南瓜成熟了 好大一个,现在把门打开,我们去看一下 看一下以前的老房子全是石头制的 上面是瓦来盖的 啊,这老房子久了没打理了 啊,这老房子久了没打理了 但是还是烹饪的 爷爷的嫁妆就在外面那里了 来看一下,就是这一件宝物了 当年他的嫁妆就是这个凳子 想想80年前 这个嫁妆啊,到底是怎么样的 以前是非常的辛苦了 记得以前好像这个 石头都还没有制 是用这个竹子围起来的 就像那边一样 啊,就是一张凳子 想想当年的这个嫁妆有多寒酸 这个是他纯手工打造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以前全是用竹子一个一个的把它制 看一下,里里外外 是这样子的 不知道他以前去哪里拿的这些 应该是山上的这些竹子 怎么这么精的 将近上百年了 还是完全可以 看一下 人还是可以坐上去 啊,这张凳子 爷爷他非常的心疼啊 当时他生病的时候 啊,这凳子都是在他的这个床边 平时我们打翻去给他的时候 都直接啊,放在这个凳子上啊 叫他说啊,起来吃了 看一下 这是培价 对他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 啊,今天我来也是把它搬回去 然后重新刷一层这个光油 啊,也对他 就是老人家作为一个纪念吧 看一下 以前他的手工也是非常非常好 现在可能很难找到这种竹子这么精彩了吧 反正是80年以前了 现在应该很少人搞得出这样子的这个手手艺的吧 看一下 以前他的手艺也是相当的好了 一步一步的把它接好起来 这里好像是什么字一样 我也不认识 最主要的是以前这些竹子好啊 看一下 这里都是搞得光溜溜的花花的 这些地方 来看一下 80年前的这些用来做嫁妆 有多寒酸 想想都有一些内幕了 现在的生活就好多了 现在把它搬出去 好,现在拿出去就要明天或者是过几天就去买这个光油来重新刷上去做纪念吧 那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